美国大豆协会一直反对使用单边关税来解决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 这是美国大豆协会北京时间5月14日9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挂出的标语 同一天 美国豆农业说 美国农民正处于绝望边缘 我们需要积极地解决办法处理关税争端 而不是进一步冲突升级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肯塔基州大豆种植者史达威也说 对大豆种植者来说 这意味着我们的损失 失去了一个有价值的市场 失去了稳定的价格 失去了支持家庭和社区的机会 这些贸易谈判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农业是我们的生计 十个小时之内 豆农们三次连续发声 表达了最为绝望的心情 这种绝望情绪绝不是空穴来风 在北京时间5月13日上午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一度跌至每普世尔791美分 再次刷新2008年12月以来新低 更重要的是 这已跌破美国大豆的种植成本线 期货产品分析师分析 目前美国大豆的多数种植成本维持在850美分至870美分 较低的810美分也有 但是种植成本均值在855美分附近 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大豆供应超预期 供大于求的状况对大豆期货市场施压 美国农业部上周五公布世界农业供需预测报告 预测美国国内大豆 玉米和小麦的供应量将超出预期 报告显示 2,019分至2,018美国大豆截转库存为 9.95亿普世尔 大幅高于4月的预测值8.95亿普世尔 同时也高于市场预期的9.2亿普世尔 如果这个预估实现 那么将创下历史新高 关税升级 受伤最深的是美国农民 而他们曾经是特朗普竞选成功的支持者 北京时间5月6日凌晨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从5月10日起对2000亿美元数美产品提高关税到25%后 5月7日 美国大豆协会就发布公告 称特朗普政府此举确认了令大豆产业恐惧数月的举措 并敦促美国行政当局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迅速与中国达成协议 美国大豆协会强调了中美大豆贸易的重要性 并表示随着谈判的拖延和曲折 豆农在经济和精神上受到的重创不容忽视 农民们的耐心也即将耗尽 这样的声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以来 美国大豆协会至少三次发出声明 呼吁政府理性应对磋商 因为豆农实在是伤不强 自从去年美方调起贸易摩擦以来 美国的农民就苦不堪言 而豆农首当其冲 因为长期以来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头号买家 其实在今年4月初 刘鹤副总理律团前往华盛顿进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时 由美国大豆协会会长率领的大豆家族也来到中国 大豆家族由美国大豆协会 美国大豆基金会和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负责人组成 在中国期间 他们马不停蹄 会见了40多个中国大豆相关进口企业代表 在磋商的关键期 美国大豆业界的核心人物清朝出动跑到中国来 正是因为中国市场对于美国豆农来说太重要了 据参加会面的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说 美国大豆家族这次来 希望传达美国对中国市场的持续重视 他们还表态说 美国豆农有信心继续为中国提供优质大豆 受关税影响 2018年下半年 中美之间的大豆贸易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 去年11月份 美国农民就应该筹划来年的作物种植了 包括采购种子 燃油 化肥等 估计豆农那时心里很纠结 是种大豆 还是玉米 还是玉米加大豆 没想到 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 2019年的播种季 美国农民还是选择了种下几乎和以往一样多的大豆 面积虽然比2018年有所下降 但仅仅下降了4.6% 2019年美国大豆的播种面积仍然保持在历史上第三高的位置 通过梳理过去10年 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中国进口美国大豆数量变化发现 两条曲线走势一致 背后折射出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 从1985年到2017年 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约11万平方公里 几乎相当于三个中国海南省的面积 根据估算 美国每年大豆产量超过1.1亿吨 其中有5600万吨左右出口 这其中的60%都是卖到中国 大约在3200万吨左右 2018年因为贸易摩擦 大豆价格下滑 出口受阻 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减至1600减1700万吨 美国的大豆库存已经处于历史高位 要知道 大豆可并不太好存放 只能储存两年 这实在是让美国豆农犯难 但确实也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市场来替代中国市场 这次会面 美国大豆家族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核心意思是 美国豆农说 我们不要政府补助 我们要贸易 希望中美能够回到正常的贸易轨道上来 豆农们辛辛苦苦 大豆协会的负责人们不停奔波 谁曾想过现在的结果就好像一夜回到解放前 而就在上个月来中国时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史达威还对中美贸易磋商的结果表示乐观 说谈判会很快有结果 现在 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已经开始执行25%的关税 豆农最后的希望破灭 当然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把从中国获得的1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用于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 这个额度比中国购买的农产品总数要高得多 然后美国将把这些农产品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运往遭受贫穷和借的国家 上个世纪50年代 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了所谓粮食换和平的做法 在美国大米出现大量剩余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向国外推销剩余农产品以缓解国内的压力 听起来 这个复制粮食换和平计划的想法 既解决了农场主的问题 又实现了世界和平 真的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呢 不过根据2017年执行该计划的美国对外援助署的年度报告 2017年全年粮食换和平计划从美国农场主购买的粮食总量是140万吨 而根据商务部的统计 2017年的数据 中国全年光是从美国进口大豆就超过3200万吨 不知道剩下的那些缺口该怎么补 有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列出了特朗普对美国农民创下的记录 第一季度农民收入下降了120亿美元 农民破产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玉米和大豆价格暴跌 这位美国网友最后的结论是 他关心美国农民的想法真是一个笑话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